真的没想到胡董这么爱劝酒 你还好吗 我 没事 我的酒量 再喝一打小米酒都没关系 那就好 真的很谢谢你 一娜 干嘛写来写去的 好见外啊 我是谢谢你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知道我为什么这把年纪还不结婚吗 条件太好了眼光高吧 条件好都不至于 眼光高 我是眼光高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懂得我 崇拜我 而且又能够帮助我打造梦想的人 太难了 真的太难找了 不过 我 谢谢你的出现 这让我发现 只要是坚持就一定能找到 我 我 那不是 我 你好 才能够帮助我 没有 好 我马上过去 又是工赏了 那你忙吧 开车小心点 哎呀 你会发现了 我们的帮助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很难找到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都不想找到 你能找到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不想想想想想想 你要不打电话让我去接你 怎么了 我下了一盘棋 却这样做了 我爸爸曾经对我说 高手和书籍 通常都是因为太仁慈 说得真好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的路并非怎么样了吧 萧若宁死了 我要郁伯瀚假扮萧若宁 却弄巧成竹 并非爱上了郁伯瀚 真正的郁伯瀚 我该怎么办 我看我就是对你太仁慈了 才会让你问我这种傻问题 我听到了手机留言 你感动了很久 一个怀着大梦的人 却会有让人心动的本事 只是没想到 照梦也需要布局 段总 你应该不会希望我毁掉你那颗 叫伊娜的棋子吧 无所谓 你忘了我还有这么多妻子 你忘了我还有这么多妻子 段总 用感情下级的人 果然混淘 陆宾飞知道夏若宁的死讯了吗 你想害我 那不是更让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爱郁伯瀚吗 夏若宁 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陆宾飞死了 你会喜欢一个假扮陆宾飞的人吗 陆宾飞 你知不知道我好朋友才开始感觉到快乐 你知不知道我好朋友才活了过来 为什么把我推入痛苦 让我再死一次 你知不知道我好朋友才开始爱上她 你要让我恨你吗 到底为什么 因为 我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一定得告诉她夏若宁的事 我一定得告诉她夏若宁的事 我正在等你 你终于来了 对不起啊 虎哥 刚刚突然发生一点事 所以 没关系 你脚来了就好 你在这儿等了一个晚上 我等了十年 都怪我傻 笨 顿 所以 之前发生什么事 都是我活该 从现在开始 我不能再杀 不能再顿 更不能再笨了 鱼儿 嫁给我 全西装本大的人 都在等着我们喝小酒 我们早该喝小酒了 鱼儿 嫁给我 我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个陆冰飞 陆冰飞让你揪着心 你 你 你 如果的 乖 我 我 你 好